12月7日薛之谦现身上海机场 他将帽子摘下 发丝飞扬样子呆萌可爱 或保安护送心饭十足 薛之谦作为歌手大家都不陌生 唱歌深情的他搞笑起来也是不输大张伟和罗志祥的 因为音乐行业不景气 大部分音乐人无法仅仅依靠音乐方面的收益养活自己 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并且很多人都会唱的这首认真的学 在当时却没人知道演唱者薛之谦是谁 正如歌红人不红 为了维持音乐事业顺利进行 他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看过薛之谦节目的观众应该对他印象很深刻 作为一个超有梗的歌手 搞笑段子信手一年来 很多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虽然很心酸 但是从薛之谦嘴里讲出来真的很搞笑 怎么样大家喜欢这样的薛之谦吗 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吧 也期待他以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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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